这间台南羊肉虽然在大陆边上 不过算是非常不起眼 像是附近的在地人才会吃的小店 对面就有停车场 内容环境羊村但不脏乱 一晚40元的价格是月底的好伙伴 店家位在台南是南区健康路一段 内容区座位不算少 但环境上稍嫌羊村 羊肉汤40元价格上非常便宜不能去汤 汤头就是中规中矩 羊肉炒饭65元 比较像是没有香气的油饭 这间的羊肉你绝对不要设想它有多好吃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如果突然想吃羊肉来解解馋非常适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家最好吃的台南鲜鱼一面 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名 就是府前路这间 近府炒鱼专家 在地开业超过40年 全天后营业生意一直很好 网络评论超过4000则 拥有4.0高评价 地址位在台南市中西区府前路一段46号 靠近东门圆环 万昌街 如果你是爱吃鲜鱼一面 很常吃鲜鱼一面的人 肯定一看就知道 用料有多实在 前炒鱼一面230元 鲜鱼切得又厚又大块 绝对是目前吃过几家台南鲜鱼一面名店中 鲜鱼给的最霸气的 这家的特色在于走的是重口味路线 炒鱼一面有着非常浑厚的焦香 单看价格可能会觉得不太平价 但份量上给的可是比其他家炒鱼 豪迈很多 餐点分成生炒类羹汤 浅炒类 麻油类 清汤类 冷盘 现点现炒会 需要一点时间等待 这间台南炒饭 虽然以安平取名 但店家的位置却不在安平 仔细一问老板 才知道原来这间台南炒饭 早期都是去安平购买海鲜料 这间台南炒饭 虽然中午也有营业 却开在一个台南经典的深夜场所 所以才成为许多八大小姐姐 上班前 书画时吃饭的好选择 虾仁炒饭的虾仁 使用的不是泡水虾 牛肉炒饭使用的是牛肉条 吃起来算是嫩口 不会过度难以咀嚼 乌龙面的部分算是用料 很有诚意 不过价格上也算是偏贵一些 葱蛋的部分不算便宜 也不算贵 在这个区域算是合理范围 这间的炒饭算是不错吃 整体锅器也是相当不错 价格上在这一区来说不算贵 用料上也是相当扎实 台南海鲜达人 金三亿健康茶饮 专卖浮夸海鲜一面与茶饮 目前在中南部有多家分店 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品的金三亿 浮夸一面全品项 已经多达约30多种 霸气海陆浮夸海鲜粥 3888元 海鲜都是以最原始的清蒸方式料理 自然鲜甜 总晚都能吃到满满海味 期间限定 加上制作熬煮废食 想吃记得先预约 这次用的食材真的都很奢华 光是那只大龙虾就诚意满满 又多又饱满 蟹膏满满超现吃 龙虾肉也是超弹 雪蟹鲜甜又多汁 连蟹馆都有肉 是我们平时较少吃到的食材 这次底层的主食 换成了蟹黄粥 吃起来也更有海味 蟹黄粥因为加入了高梨菜 一起熬煮 海鲜甜味与高梨菜的清甜融合 整体细致浓郁又清爽 来自澎湖的馆 弹牙爽脆 60公分真的够豪迈 目前 这碗是期间限定 要吃可要把握时间 赶快揪你的好友 一起来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